备受期待的网飞纪录片,哈利和梅根的全部六级现已上映,深入了解他们的浪漫史以及辞去王室职责的决定。 梅根的前朋友利奇公开了他对他们关系的了解,并声称他们最终会离婚。 利奇猛烈抨击,我认识的王室里唯一的种族主义者是穿着内粹制服的哈利。 质疑他们的婚姻,詹姆斯问道,你认为他和哈利会离婚吗? 我认为他会突然想到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承认道。 我这样做是因为他被带入的一切,他的家人,他都会失去,我认为温莎兄弟永远不会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 詹姆斯补充说,你认为他不和他离婚的可能性大于他可能与他离婚的可能性吗? 利奇表示,我希望他们很幸福,听听我的想法是我希望他们很幸福,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一切。 进一步推动两人离婚的问题,詹姆斯继续说道,你认为他更有可能看到, 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而你说你见过。 他说他有过,我从来没有过,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就好像他们认识他们一样。 我希望他们的婚姻能持续下去。 阿什插话并补充说,但如果不是这样,他将受到欢迎。 利奇同意并解释道,我想哈利会受到欢迎回来的。 詹姆斯问,你认为他嫁给她是为了她的钱吗? 利奇拍手回应,我认为,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非常相爱。 阿什打去道,他嫁给她是为了赚钱,但利奇关闭了这个建议并说。 但我不认为,当他进入王室时是他想的那样。 从好莱坞公主到皇室公主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同的,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阿什干脆反驳道,他断绝了他的父亲,他的妹妹,他没有朋友,他带来的客人他们也不认识他,最后他会断绝哈利的。 利奇过去曾表示,他对安排这对夫妇感到遗憾,并为他们的会面道歉。 这位电视名人在2013年认识了梅根,并迅速成为亲密的朋友,梅根表示他会爱上一个英国男朋友。 利奇告诉,OK,我希望我从来没有把哈利介绍给他,这都是我的错。 我很抱歉卡米拉,我很抱歉大家。 他还告诉格拉奇亚,我给他发短信说这有多棒,他确实回复了。 但是一旦戒指戴在手指上,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不在推特上了,他的号码打不通了,就是这样,我和皮尔斯,摩根恐怕都被吓到了。 在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大爆隐私的王妃独家记录片上映后,王氏继续一声不吭,但戴安娜王妃的弟弟打破了沉默。 戴安娜的弟弟斯宾塞伯爵在外界猜测,他将如何看待哈利梅根的纪录片后,发表了一些语意不明的讲话。 据OK报道,一张相当神秘的查理仪式照片出现在斯宾塞伯爵的社交页面上,上面有对这位前国王在1600年代举行的宴会的冗长描述。 斯宾塞伯爵在社交上写道,查尔斯仪式的肖像,挂在奥索普庄园的画廊里,国王在1630年代作为贵宾参观了这所房子,他们在宴会上还享用了仓墓、孔雀,甚至不起眼的土豆,当时对英国来说还比较陌生。 奥索普庄园是斯宾塞家族的祖宅,斯宾塞伯爵成为庄园的主人也有二十多年了,他还被允许在1647年多次访问奥索普庄园,当时他在第一次英国内战失败后被关押在他的霍尔登比宫殿。 查理一世于1649年1月在伦敦被处决,一位用户回复帖子说,一张非常适合反思如今的国王的笑笑,你觉得这是斯宾塞伯爵在声援哈里梅根吗? 斯宾塞伯爵一直和哈里关系更好,这可能源于他和王室相对对立的立场,毕竟在戴妃葬礼上,他曾公开批评王室不作为,丝毫不顾他的教母,女王的面子。 他和哈里也是利益共同体,毕竟都得靠代安娜吃饭。 而哈里也的确比威廉更亲近母亲的娘家人,现在他又成了王室彻头彻尾的叛逆者,和斯宾塞伯爵自然更臭味相投。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哈里和梅根仿佛是疯狂了一般,与企鹅兰登书屋和王妃签约,出书,出纪录片,曝光王室隐私,以此获得了巨额的版权费。 他们两人是不在意自己的头衔了,反正都脱离了王室。 只是,他们的一双儿女,阿琪和莉莉贝特,这两个也本应被封为王子和公主的孩子,却可能要为他们父母的行为买单,被剥夺头衔了。 据12月18日英国《静报》报道,查尔斯国王已经做出决定,将会等到哈里的回忆录被用品出版后再决定阿琪和莉莉贝特的王室头衔。 这消息一放出,意思不言而喻了,就是在间接警告哈里和梅根,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不要再口无遮拦,好好考虑自己两个孩子的将来,否则王室有的是法子惩罚他们夫妻。 据报道称,查尔斯国王将主要考虑他这两个最小的孙辈是否可以使用他们的王子和公主头衔。 游记在最初哈里和梅根的纪录片要上映的前夕,王室方也曾放出这样的消息,将会对于一切不实地污蔑做出有利的回应。 现在,故事竟然又开始重演,在哈里又将打算用他的新书备用作妖的时候,王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心战,且看哈里和梅根接不接招了。 据猜测,哈里梅根两个人肯定是不在乎的,毕竟在之前的网飞纪录片上映的过程中,两人就已经不管不顾一切,只向前看齐了。 而且,哈里王子已经承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会接受更多的访谈,为他的新书出版造势,可以看出来,双方已经俨然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而他们的一双儿女,无辜的阿琪和莉莉贝特,这两个本应该顺理成章继承王子和公主头衔的孩子,却要为父母的疯狂行为买单,付出自己的将来。 不光如此,哈里和梅根现在和王室闹成这样,很难想象等两个孩子长大了该如何面对王室的亲人,以及来自公众的目光。 更妄谈他们将来的谋生方式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里和梅根是在靠断送自己和孩子的未来在吸金,可是等这一波热度下去了,一家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难道是舔着脸再回王室?据了解,随着女王去世和查尔斯的继位,哈里的两个孩子在继承顺序上有所上升,作为新君主的孙辈,他们本就有权自动获得王子公主地位。 这也遵从了乔治武士在1917年定立的协议,君主的子女和孙辈将自动拥有王子或公主的头衔,但是查尔斯这个要考虑的消息一放出来,很明显地违背了这一原则, 因为这本就不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唯一的目的只有一个,靠着这个头衔来挟制哈里夫妇,必要时候,说不定真的会废掉两个孩子本该得到的头衔,以此来让哈里梅根吃个大教训。 或许哈里和梅根也在赌,赌查尔斯是否真的能狠得下这个心来。 所以一切的筹码,就都压在哈里接下来对于他新书备用的态度和宣传方式上了。 据了解,这本书预计于2023年1月10日出版,如果这本共计416页的回忆录中有更多的对于王氏的指控,那无疑会给王氏带来更多麻烦。 一位与国王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让我们拭目以待,国王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白金汉公也拒绝置评,很明显的是在说,哈里,你自己看着办吧。 所以说,王氏的做法真的是高,你闹,我不理。 你要做妖,我也有筹码。 偶尔透露出一些要和解的信号,给自己塑造个好形象,也顺便递递橄榄枝,给双方一个台阶下,真的不要太利落干脆。 所以王氏在这场角逐中绝对绝对不是吃素的。 接下来的走向,也真的就看哈里和梅根要怎么做了。 大家且看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